我们来看一下ACD对阵斗舞的第一局上半场 博弈老师的格局 上来的话大方追囚徒 刚才在讨论是大方追囚徒呢 还是小房去追那个墨偶师 讲道理我是更觉得就是抓囚徒会好一点 墨偶师这个角色扛你几刀 然后我们放囚徒在外面修 但凡他溜好了求生者机会面大 你把这囚徒一闷怎么地平局起步 平局起步了以后看后面的节奏嘛 这里囚徒的话飞轮双弹飞轮八秒钟 电还捏在手 这个飞轮应该是能叙出来 这边应该交拨电吧 看这拨电 怎么不交 不交 他应该是考虑到什么没有交这个电 我想想看 因为他可能是那个双弹的加速都没有 所以他交个电真的能交互 他觉得也走不了 但这样的话呢他的技能就是叠在一块了 可能交不出来 这就我说的 就因为你刚才第一波不交技能 不去把这个时间拖出来 后面人家这边闪现好了你的技能就有可能交不出来 那这个技能他等于说是什么呢 就烂在手里了 本来我这个飞轮和这个电是不是可以交两轮 对吧 队友救完博命套完以后再来救一波 我还能再用一轮技能 而现在的话呢就可能就这波救完就要用 而且这波救完用这个技能他的一个收益比较低的点在于 他跟博命是相重叠的 他跟博命是相重叠的 因此这把的话 穷者这里两台半之内的一个倒地 博弈老师这边要打出伤害啊 你救不救的下来怎么救都可以 但是这个伤害哎呦 这波伤害没能打出来 大副让他给无伤救了 男者不救人还是可以的 这把其实对于囚徒来讲就亏在这个点嘛 他的现在手里面的飞轮和电 其实都是没什么用的 形同虚设 要么你下一波大副再来救 就是变换不是不来救 变换的博命套上 那么囚徒的电和飞轮 又会跟这边的博命重叠 因为你不可能说你6到这个博命结束 你人还不倒吧 对吧 面对一个二阶哥就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来算一下外面的机子啊 现在机子总量的话是三台半不到 呃 穷者这边手里还有一个博命 这波博命的大概率会去交 因为这波博命可以为穷者争取 差不多一整台的一个机子量 也就是等到这边囚徒挂飞 其实穷者剩余的密码机 可能就不到半台了 或者半台左右 半台左右 呃 这里的话想帮忙扛一刀 卡位 没卡住 反而回声被打了一刀 追了个双刀 那就看这个时候看这波囚徒的电了 双弹飞轮加电 讲道理 博弈老师这一刀去追这个病患的 呃 问题嘛 好像也还好 因为毕竟外面差三台 飞轮 电一起交 好这边倒地 还行吧还行吧 至少是博命结束了 但是这波命结束呢 更多的是病患拿命换出来的 机子这边的话 挂飞一个 再挂一个囚徒 三人开门 战友 因为这边的话 机子是够了 机子是够了 博弈老师 这里手里面这个病患有两个钩 三人 不好意思啊 三人不贴门的开门战 三人不贴门的开门战 大副有怀表 病患有勾 好像这开门战 穷者还是蛮强的 博弈老师在整个过程当中 没有盖尔道密码机 在第一波救人过程当中 没有能打到东西 第二波呢 说实话那个双导 也是对面过来换命打的 这里的话针对刀 哎哟 哎哟 打中大副就难受了 打中大副再两个人就分开了 那这样的话 这病患有勾 博弈老师可能要面临的是一个平局 密码机点亮 主要你就让传过去 即便击到病患挂传过去 这里时间上面来讲 有点来不及了 交闪现 交闪现 那病患 没有活路 而大副这边 你拦不住 平局 这个平局 蛮亏的 你过程当中 你看博弈老师的操作 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也不能挑出什么刺 就是整个过程 球者的密码机是完全不停的 他们的密码机完全不停 就因为有球图在 所以他们密码机有连 整个机子的一个节奏太舒服了 然后博弈老师在防守端确实没打到什么太多东西 那就看这边 ACT的求生者了